陳耀翔 他已經因為伊電市的這個案子 他現在已經被列為被告 他怎麼有臉還能夠去主持會議 要通過進電視的案子 這不是荒唐嗎 是誰要求把門關起來的 在裡面做做黑箱作業 這麼大事的事情 可能要講得走不出來 他在看直播啦 在看直播就是外面 我們讓他下台的直播 你有時間看直播 你沒有時間跑出來 真的是很丟臉耶 一個國家的一個行政單位 堂堂的NCC九點的時候 把鐵門拉下來 請問一下他們到底要進行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更離譜的是 NCC竟然把旁邊連郵局的門都把它關起來 是怎樣 現在他們自己關起門來做皇帝了嗎 對立法委員到大樓去 他都可以用這樣的暴力行為 我這邊手都已經腫起來了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NCC 今天陳耀祥他已經因為伊電市的這個案子 他現在已經被列為被告 他是被告 全台灣 好 全中華民國有沒有一個行政首長 因為他俠下所管轄的事件 現在列為被告 他有什麼能力 他有什麼權利 可以 對 他怎麼有臉 還能夠去主持會議 要通過進電視的案子 這不是荒唐嗎 中華民國的法律 中華民國的公權力 可以這樣子搞嗎 陳耀祥主委 他本來就應該要到立法院備許 他的請假 也沒有被委員會准許 我們國民黨委員都不准 說這個重要的會議 怎麼可以請假呢 請問這個NCC獨立機關的主委 唯一可以監督他的就是立法院 今天他硬闖 而且他是戴罪子生 他怎麼有資格到這個會議的主席 而且他硬要主持 硬要闖關 完全是政治評價一切 NCC的主委陳耀祥 毫無公正性可言 毫無獨立性可言 他應該要下來